哎呦 那個英思路全員初期期待的更新 應該是遊戲上線的第一次更新吧 那他談到了這個Google Play 他怕不是說你打開遊戲中 然後在那邊下載更新 那我們就來更新一下吧 這個樣子 哇 這次的更新也太多了吧 436MB 那真的是大更新耶 那這一次的更新主要是出了一隻新的角色 安妮 安妮的話其實是靖宇的梭麗絲 不過我們也知道 每一款遊戲都不大一樣 所以說像是英思路根本就是亞伯拉罕初級 所以根本就是無腦練亞伯拉罕就好 那個控場威力都實在太強了 所以新手無腦練亞伯拉罕沒煩惱 然後也不怎麼需要課金 那遊戲也蠻輕鬆的 所以說才會繼續玩下去 那再來就是開啟了這一個 那個叫什麼 懸賞欄嗎 還是通緝令啊 有點忘了 啊 獵人頭啦 對不起 那那個的話應該是占星抽 所以說我們等一下應該可以看到 那可是呢我覺得 不知道說這次有沒有開一些個人裝備 因為這次突然跑出來一隻新角色 是還蠻期待的 但是呢我們也知道說這個 目前呢遊戲有四大陣營 分別是善 惡 還有旁觀跟中立 那這個善跟這個中立 其實每一隻角色大概都有個人裝備 那可欸 特殊裝備 啊 個人裝備啦 那可是呢這一個旁觀陣營 跟二陣營的角色齁 很多角色都沒有這個個人裝備 我記得二陣營的角色 每一隻角色都沒有個人裝備齁 那個人裝備的話是你升到紅色齁 角色升級是這個樣子 紫家 紫等於紫家 紫家吃同陣營的紫家變金 金再吃兩個自己 就是金再吃自己的紫家變成金家 金家在吃同陣營的金家變成是紅色 上紅色之後開個人裝備齁 那開個人裝備之後呢 角色會有蠻明顯的這個質變齁 有一些角色這個 上紅色開不開個人裝備 等於是兩隻角色齁這個樣子 所以呢 我還蠻希望說 趕快把一些角色的個人裝備 給這個怎麼講 更新好 那這樣子呢 我們才可以知道說 到底哪些角色是要練還是不要練齁 好 那聊著聊著呢 兩分鐘後也已經更新好了 這個地方還有說什麼WiFi追加更新齁 這麼一點點而已 好 所以看來是一個大更新齁 你看右下角1.53版 這一次的這個更新就是寫說是V1.5 這樣子 好 我們來看一下說這個更新完齁 呃 七天登陸活動齁 送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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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你要選誰呢 當然選葛倫啦齁 如果說你的葛倫還沒有上紅 趕快選葛倫齁 因為葛倫的話 是作為這個手除送的角色 他是金遠征的這個羅萬神 那在這個 在這個英式路也是一樣好用 那不過呢 英式路齁 有這個旁觀的尤金 這個補選能力也是不錯 也可以試試看 但是不管怎麼樣呢 我覺得葛倫的地位呢 是無庸置疑的齁 他是絕對是一隻這個非常好用的輔助角色 這個回能 然後呢自己有免傷齁 然後開大招呢給人家能量 也有加攻擊齁 是一隻非常萬金有的角色 那至於說這隻萊克呢也很好用齁 旁觀的話呢 我指家就有用齁 他幫助我推過了 十九二十關的很多關齁 因為呢他的這個開場齁 會在我方半場有那個炸彈煙霧 那在處於煙霧裡面的這個角色 攻擊力會增加 然後敵人進到這個煙霧裡面來呢 攻擊力會下降 那可是你要讓敵人進過來 我方的這個陣營啊 不容易 那怎麼辦呢? 正好亞伯拉還那麼強齁 直接把他拉到這個陣營來 正好可以讓他處於這個萊克的煙霧裡面齁 那德懷特是一隻很強悍的這一個 控場的角色 那領導者瑞克齁 在這個補給商店是可以換得到齁 然後這個他是屬於絕對善的角色 那這一隻的話呢 練強可能可以用啦齁 那但是呢 我覺得還是葛倫優先齁 那賽巴斯蒂安他有非常強的控場角色齁 後期一定用得到 開大招是暈泉場 但是齁重點是說 這個他除了暈泉場 他還可以把一隻人放狗 把人家抓走 蠻好笑的 那可是呢 就是因為是做這一款遊戲的亞伯拉罕 實在太強悍了 一拉拉三隻喔 三隻被控住的狀況下呢 亞伯拉罕本來要開揍了 結果呢 賽巴斯蒂安呢 把其中一個人拉走 如果說 他拉那個亞伯拉罕拉的人呢 裡面有一隻是攻擊力比較高的 反而被賽巴斯蒂安給打亂這個 這個 這個怎麼講呢 就是那個戰鬥的這個流程喔 所以呢 就變成是說 好像不大需要賽巴斯蒂安 因為亞伯拉罕一個人控三隻 就已經夠猛了這樣子 好 那所以說呢 這幾隻角色稍微分析一下 那我自己的話呢 雖然說我的葛倫已經上紅色了 但是我還是會選葛倫喔 因為我可能會先把葛倫先給提升上去 萊克也有可能會想要 反正 葛倫沒有上紅 一定是先選葛倫啊 這個樣子齁 好 那這樣子呢 我們來看一下齁 這個遊戲佛不佛心呢 佛不佛心來看一下說 他更新給的獎勵是 1500賺 1500金條 遊戲叫金條齁 還可以齁 好 來看一下更新內容齁 我們來看一下齁 這個也是談到那個論壇去吧 論壇最近 論壇都有舉辦一些活動齁 不要忘記參與 都有個500金條啊 然後會抽個什麼2000金條齁 好 4件關卡到33張 這個還找齁 然後呢 中立陣營齁 安妮出來了 這個可以在關卡防禦戰 補給作戰 躲藏的倖存者 這個是補給作戰這邊 所以說你想要試用新的英雄的話 你可以在補給作戰齁 借用齁 在這個地方齁 試用他 然後感受一下齁 然後再來獵人頭招募齁 這個應該就是占星充齁 然後 過主線16張或是VIP 13就可以啟用 所以說不用擔心 並不是VIP專屬齁齁 你只要過了主線16張 就可以有這個獵人頭的這個機制 就跟戰鬥4倍數一樣齁 你也可以不用課金 你只要過到主線19張通關之後呢 欸 戰鬥4倍數就可以開啟齁 馬上就是一個新的天替齁 這個戰鬥超級爽的 那獵人頭呢 可以獲得一些 喔 他這邊寫出來了齁 保底 如果說69次獵人頭 若人未獲得所選的角色 70次可以保證獲得指定角色 70抽保底 欸 這個建議遠征也是70抽保底 雖然說 有一些人留言說 有人70抽沒有抽到 但是呢 目前我玩了三年齁 這個三星抽都是 都是70抽之內都會抽到啦 好 獵人頭委託券齁 這個應該是屬於 課金的東西 然後 新增獵人頭委託券 125 什麼每10成啊 啊 防衛戰啊 防衛戰的獎勵啊 所以說我現在推到 欸我現在推到幾成啊 好像是200成吧 那我上線應該可以獲得一些 一些這個獵人頭的這個券喔 好 然後呢 再來是什麼 呃 這個穩定性正式賽季 新增最終倖存者 這什麼東西啊 可以到警戒線 警戒線就是競技場齁 就是競技場 然後參加前10名啊 這可能是要高手齁 那那那那那那 這個可能是 啊 這可能是屬於這個 巔峰競技場啦 就是那個什麼 呃 跨陣營的這個比賽齁 好了 我們這種小課玩家齁 這個這個就不用看了 欸如果說你是有課金的話 神魔國家隊可以考慮一下齁 就是絕對善絕對惡 的那個組合齁 葛倫 米瓊恩 尼根 還有 這一個 欸葛倫 米瓊恩 尼根 一時明時 沒有轉換過來 還有以希傑 還有誰啊 還有腳色忘記了齁 好 反正大概就是這幾隻腳色齁 之前我在那個影片中都有說明到 好然後呢 這個是對阿 16強 所以說這個就是 電風競技場嘛 好然後呢再來是 新增 裝備重置功能 呃可以 且具有爭議的 這什麼啊 變更穿戴中一般裝備 喔 就是說你現在裝備呢 他會有一些陣營嘛 那如果說裝備到同陣營的裝備 會有30% 那他可能多了一個這個道具齁 可以去去隨機去去更換這個陣營 但是我覺得初期的話 呃 全部都給亞伯拉罕齁 就是抽抽看 但是這個機率不是很高 而且 這一個裝備性格變更券喔 在前期是非常貴齁齁 所以不建議去買 因為你 他沒有辦法指指定齁 譬如說 呃 我當然是想要中立的嘛 譬如說我現在裝備了一個中 中立的這個裝備 呃 呃 我現在亞伯拉罕裝備一個 惡性格的這個這個裝備 那我想要更換齁 我用了這個券 但是這個券呢 也只是說 你他會在除了二之外 散 然後中立 旁觀 還有 呃 絕對散絕對二在這邊齁 去抽 那你想要抽到中立也是很困難 所以這個不建議去花任何的資源去購買齁 就是有的話齁 玩玩看就好了 好 個人裝備更新 欸有剛剛說到齁 更新二 還有絕對二的個人裝備齁 欸啊 是將於下次更新 下次更新是旁觀 所以說二的角色個人裝備也開了 喔我們的化學家開了齁 但是化學家真的沒有想像中好用 而且學歷還比較強 但是呢我還是先把他升到紅色 為什麼呢 是因為說他比較好升級 然後這個補給作戰商店也換得到 我先把他升到紅色去拉我的這個平均等級 好還有很多優化的東西 編組多支隊伍才能進行的關卡 只需要一支隊伍好多喔 然後呢 改善鋼色 這是角色的 補給的痕跡由44天 變更為36天 啊這是通行證 通行證的時間 這樣子呢 不過呢 這個就是代表說 你如果說都有課通行證的話 這個課金的時間會再快一點喔 好 然後呢這個劇情更改 柔衣的台詞 哇真的超級多的齁 然後七天活動檢查 通關世界觀光 我眼睛已經花了 使用活動獲得的時間 蠟燭來兌換全球上限的紀念框 可以使用兌換絕對二的皮爾斯 不要換齁 這是坦克 換一支也沒有用 你窮恩齁 要換要換要換 這個是之後的活動 好 客製化禮包的這個 這個 內容也調整了齁 因為多了這個獵人頭的這個券 阿爾法 相關角色 修正 阿爾法 操縱超過六支的時候呢 持續消失 修正 好 拉尼亞 純火 葛倫 重新補給 然後呢 皮爾斯 這個是二的 然後絕對散 丹尼斯 好像沒有那麼多吧 太多了吧 持續落化 這個就不看了 我們實際上這個戰鬥之後呢 就可以感受到了齁 好 所以說真的是 這次真的是一個很大的更新齁 都跑到Google Play去下載了400多枚 那這個七天活動嘛 每天上去就是領個資源這樣子 還有什麼活動呢 這個活動快結束 大家一上線應該都已經解決完了 檢查城鎮 這個123456 這一個的話 沒有什麼困難 談一下 官方的這個論壇 這樣就解了吧 解了齁 然後呢 再來就是 在補給作戰上兩個 什麼輔助啊 這些的齁 這個建議在補給作戰裡面解完就好了 因為補給作戰的難度比較低 所以說你可以上兩個 什麼坦克啊 輔助 祭司就是法師啦 還是什麼遊俠之類的 然後獲得史詩級角色就是紫色的角色 這個你抽到 抽到一個紫色就算 又或者是說你 欸 史詩級喔 史詩是金色還是紫色啊 欸 獨特 啊 史詩是紫色嘛 對啊對啊對啊 沒有那麼困難啊 就是抽到一個紫色就算 又或者是說你把藍色肥料 合上去也好 那15次團隊聯合作戰的話 你初期的話 團隊聯合作戰一天只會有一次而已 然後隨著好像是VIP增加吧 可以到兩次這個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齁 我一大早就已經把任務解完了啦 就這個聯合派遣 那我現在我有兩次 好像是VIP的這個機制齁 那不過呢15天你也一定可以 一定可以解得完齁 好我們再來看齁 這個活動的話應該算是辦第二次了齁 因為看起來的話不是很困難嘛 雖然說我的補給作戰今天打了 其實我不應該今天打齁 因為應該說我不應該今天早上就打齁 像這個的話呢其實就有點浪費了 不過呢活動整整有14天 所以說14天的時間呢 你至少會碰到應該會碰到個7次的補給作戰吧 那如果說我今天早上就打完補給作戰沒有解到的話 那我也有6次齁 那這個一次補給作戰有3隻Boss 所以說打3次就可以解完 那我每一次呢我都可以在補給作戰齁 把這個任務齁順便可以解一解 所以沒有問題齁 這個絕對是解得完的 然後呢最終的獎勵齁 這4隻角色的話 呃...泰瑞爾有就好齁 那還是要跟人家說一下抱歉 我當時我是叫蓋瑞爾 因為呢我從來沒有看這個 因斯路的這個影片齁 這還要誠實說明一下 所以對這個角色的名稱不是很清楚 但是因為喜歡這款遊戲 所以說呢就是後來才去認識齁 所以泰瑞爾這隻齁 不大需要高階 有就好 因為他就是鎖血 R這隻角色是劍遠征的烏龜 不過很好用齁 現在我也開始在使用齁 然後蘇菲亞的話呢是給能量 原本呢是想說跟劍遠征一樣齁 不斷的給這個化學加能量 結果後來發現說這樣子的打法 好像在因斯路齁 比較用不上齁 因為那個亞伯拉罕太強悍了 所以這4隻的話 我會選擇R 除非你泰瑞斯一隻都沒有 你才選一個泰瑞斯齁 所以這4隻的話我會選擇R 好 那這樣子說明完了之後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說這個城鎮齁 應該是在目擊這個地方吧 這邊齁 這邊 跑出一個新人 好 他是一個探索都市人才的專家 這樣子 OK 獵人頭在這個地方 變更對象 在劍遠征的傳統 或是說我玩很多遊戲 類似的遊戲 就是這個第一次獲得 第一次獲得 第一次的這個10抽 獵人頭戰的機制10抽 是可以 就是說這個保證出現你設定的角色 所以說呢 我們來看一下齁 我現在都沒有獵人頭的券 我們來看看我們要設定誰齁 當然是要設定這個絕對上或是絕對2的角色 不過你如果說下面角色真的很欠的話 你選也沒關係啦 那至於說要選誰勒 這個米瓊恩 你沒有的話選一隻齁 米瓊恩 我原本在這個巴哈的說明是說 我主線用不到齁 因為也是死掉這樣子 但事實上呢 欸 我推到20張很多關卡 我前排都用米瓊恩 所以說他也是 被摸一下就死掉 不過他復活的時候呢 欸 開一個大招齁 再撐一下 然後呢 他因為說他的特性齁 他損血齁 然後他就會觸發幫友軍補血 那在前期啊 這個補血量還算是蠻可觀的 所以呢 還是可以稍微在前排亂一下齁 撐一下 那些 那些 控場角色爭取一些時間 所以 優先順序的話 一隻都沒有米瓊恩的話 選一隻 如果說已經有一隻的話呢 欸 以西捷一隻都沒有的話 選一隻齁 這個是在打這個 公會BOSS 每天都要打公會BOSS 你VIP6的話可以掃蕩啦 但是打高商的活動呢 一定要用到 一定要用到一個這個 這個以西捷齁 好 那如果說這兩隻都有的話呢 我 我可能會選個尼根吧 尼根的話我覺得 我也想試試看齁 因為尼根的話呢 他的特性是 他在場上可以緩緩的回能 那死掉之後呢 這個效果也會存在 那所以說呢 尼根的話呢 他不用高級也可以加減用 再加上說 他是絕對2的這個 這個陣營 那絕對2的陣營呢 只要是他在場上的話齁 他在場上呢 一隻角色就可以增加 30%的這個防禦 所以我也是在想 當我卡關的時候呢 我擺一隻尼根 在這個地方齁 當吉祥物 那幫大家緩緩回能 然後增加一點防禦力 不知道有沒有用齁 所以呢這個 大概是這樣子考慮齁 那目前來講呢 我已經有了一隻米窮恩齁 運氣很好 這次就是在普通抽的時候 莫米窮恩 欸不對不對 這隻是我開那個什麼 死屍的碎片的時候開到的齁 所以運氣不錯 然後我新手一開始玩的時候 有抽到這個乙希傑 乙希傑 這個 所以說呢 這個 這個怎麼講呢 就是乙希傑跟米窮恩都有了 所以說呢 絕對2的話 皮爾斯不要考慮齁 升不上去的坦克 就跟廢物一樣 希望我這樣講沒有講錯了 所以說 就剛剛提到 這麼多角色的話 我決定選擇 有一隻尼根 這樣子讓我玩齁 但是呢 優先順序的話 我會選擇1米窮恩 2乙希傑 3尼根 這樣子 好 那我就選一隻尼根 那我們來看看齁 他的這一個 金條是 6000金條 10抽 然後 在劍遠征是5000賺10抽 那 在這個 這個英思路的話 10抽是3600金條 然後劍遠征的10抽是2700賺 那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 試試看齁 是不是10抽必出 齁 第一次的10抽必出 這一個 你設定的對象齁 那至於說齁 他有機會出現4萬金條 這個我跟你講齁 今天遠征我玩了兩個賬號 玩了三年 我從來都沒有中這個獎項 當然我的群組有1000多人 常常會有人分享齁 中了這個3萬賺 那在這個英思路是4萬賺 那所以說呢 這個東西齁 看看就好齁 我玩了兩年 然後呢 我也課金課了很多 那這個也抽了無數次齁 這個我從來都沒抽到 但是呢 我在別款遊戲有抽到過一次啊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跟樂透一樣齁 好啦 那我們就直接抽抽看齁 這個機率齁 看看就好齁 這樣子不拉不拉的 好 那這樣子我們就直接10抽齁 看是不是10抽必出設定的這個對象齁 齁 齁 確定嗎 沒問題齁 我只會抽一次而已 因為我也是屬於這個 算是小課玩家 所以這個剩下的金條呢 我寧願去抽一般的這個普通抽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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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什麼動畫齁 真的齁 他就出來了齁 10抽就中了 然後中了什麼東西 強化武器材料啦 頭盔 欸 頭盔就是特殊裝備的材料齁 然後罐頭啦 生存經驗還不錯齁 經驗非常欠 對啊 都是一些 李李可可不不怎麼樣的東西 所以呢 不建議再抽了 為什麼呢 因為至少你在這一個 你在這個一般的木集啊 你用3600金條抽 上面還會有累積這些資源 那通常啊 前期你在獲得這個 工具箱1 工具箱2 的來源都是在這個地方齁 因為工具箱1跟工具箱2呢 在兌換所這邊買的 其實還蠻貴的 尤其是工具箱2齁 你主線沒有推到一定的這個程度 他還不 他還蠻不好獲得的 所以說建議的話呢 就是 這個獵人頭齁 只要玩第一次的10抽齁 必出 設定的這個對象 然後呢 剩下的金條呢 我覺得還是 在這個普通抽就好了齁 因為在這個地方呢 其實也是有機率出現 絕對善絕對惡的角色齁 你看 絕對善絕對惡的角色 有0.02%的機率 這個樣子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齁 倖存者的清單齁 多了這一隻 安妮這個角色 那我們要把它射進去嗎 看一下齁 我先看一下齁 我的這個 目前中立陣營的這個角色 今天是中立齁 我先把丹尼斯抽到指甲再說好了齁 所以說我先 我先不變我的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心願清單 好 我們就來看一下齁 今天 欸 旁觀啊 抱歉 明天才是中立齁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說這個新的角色齁 這一個 喔呦 對對對 我剛剛獲得第一隻齁 第一隻會獲得100金條 好 這樣子我也有尼根了齁 好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齁 新的角色是這個 安妮齁 安妮的話呢 那在上個影片齁 也不是上個影片齁 之前那個影片我有介紹過 所以這邊就不多做說明齁 那所以看起來的話呢 這個 他的專武 好像 好像 欸 對菲尼克斯攻擊範圍內說 你知道嗎 嗯 這個的話我可能要回去看一下 但是呢 我個人的評價就是 就是在 在劍遠征這隻角色 算是一個樣樣通 樣樣通 樣樣鬆的角色 那不過呢 在英勢路就不是很確定齁 因為在劍遠征的話 這隻角色 到了現在三年之後呢 他還是沒有 沒有什麼上場的空間齁 那不過這很難講齁 那不過呢 以目前來說 中立陣營實在有幾隻角色 非常確定好用齁 亞伯拉罕這個是無庸置疑的嘛 然後呢 開場加速馬格納齁 這個你比人家 開場快 就可以把人家先拉過來齁 這個競技場可以用到 塞巴斯蒂安齁 就算他不跟這個亞伯拉罕組隊 他去騎搭隊呢 也是一個很強的控場存在 那另外呢 這個 凱特 凱特的這個增傷 跟這個傳導傷害多好用齁 相信有看我推圖紀錄都知道 然後 R這隻角色 感謝你媽 你媽超胖的這個攻略齁 我現在我也在練這隻角色 所以呢 中立已經有很多好用的角色齁 所以我覺得 安妮的話 我們就等其他大佬分享 再決定說要不要練吧 好啦 那這一次更新的影片 就先到這個地方了 本來想說 抽一下這個中立陣營 可是忘記了齁 今天是旁觀齁 明天才是中立陣營 唉唷 好友抽 中金色啦 各位朋友 好友抽中絕對善絕對惡啦 絕對善是誰 耶穌拜託 又是一隻米窮恩 好友抽 蠻爽的齁 這樣子我的米窮恩還可以升階 哇真的超lucky齁 但是呢 再升上去就不好升了 所以說絕對善絕對惡 我們一隻就好了 因為絕對善絕對惡 他都是自己吃自己 他並沒有吃什麼其他陣營 所以說 這個 我在巴哈文章裡有說 有沒有絕對善絕對的不影響遊戲體驗 那個 就是說 這樣子的遊戲 就會是說 還比較 輕鬆放置 也不會逼你課金 因為呢沒有的話呢 其實像 無腦煉亞伯拉罕的推圖也是可以很開心 這樣子 那絕對善絕對的 那個是給大佬 競技場的玩具這樣子 好了 那影片就到這個地方了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現在見 掰掰